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学习的最后一章 Teller Expansion Theorem and Power Series 它有三个部分 事实上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Teller Expansion 定理 and Taylor Series 那我们从Teller Expansion 定理 就得出这个Teller Series 这个Teller Series是什么 它是一个多项式 基本上是一个无穷的多项式 它系数是怎么样子 这个是Teller Expansion Theorem 这个系数好像很难记 但事实上呢 是非常自然 等一会呢 我要给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这个Teller Expansion 定理 事实上不是Teller Expansion 定理 这个Teller Series来的了 去到无穷了 它是从Teller Expansion 定理 走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等式 某一些函数 不是每一个函数 某一些函数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常见的函数大概都可以 那用一个无穷多项式的方式给它求和 那但是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我们等一会要花时间去讨论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课题 第二 然后 好 在这个课题里边呢 右边是 是一个无穷核 事实上呢 它当然是等于Limit N等于0到大N 整块东西 然后呢 N去向无穷 这个无穷极数呢 我们都知道是 是这个样子 是这样子 那 好了 但是呢 它也有X的这个变量 所以呢 这个也不完全是极数 是一个极数的函数 是有点凡的 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一个 这个定义 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Limit的 如果我有一个Fn X 固定X来说 它是 是等于F of X的话呢 那 Follow X 在一个区间上面 Follow X 在一个区间上面 我现在在I吧 一个Interval 则 我们就说 这个Fn呢 是 收敛 到F Point-wise 好不好 Point-wise On I 我们就是说 这系列的函数呢 就是会收敛到这个F F 但是它是 我们叫做 组点收敛 就像这种状况 底下 我带一个X进去 它是一个 这里就是一个 极数 是 一个 数列 给它 加起来的极数 它就要收敛到 这边的 X的值 那如果对于 每个X都对的话 那我们就说 这个Fn呢 就是收敛到这个F 那这个F 当然 这个Fn当然就是 在这里是一个大N 这里是一个大N 我还是写大N吧 那这样子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就是 大N呢 是去上无穷 但是呢 这个是第二个课题 我们发觉呢 这个不大够 这个不大够 就是 我们发觉这个所谓的Point-wise The Convergence呢 不够 我们要加强 那这个怎么加强 我们到时候会说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课题 就是 我们要讲什么叫做 均匀收敛 均匀 收敛 某一些书呢 说它是一致收敛 那 均匀收敛 会让我们呢 有 有更好的状况 什么叫更好的状况呢 是这个样子 是我这个大F呢 有时候呢 我们不是那么清楚 它是怎么样子的 它怎么写的 不见得会写的那么清楚 可是 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我虽然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可不可以确保 它有一些好的性质 譬如说 如果我每一个小 我每一个Fn 它都是连续的 然后你收敛到这个F 有没有可能保证F 也是连续的 如果每一个Fn 是可以为分的 你收敛到F 有没有保证F 也可以为分的 那在某一些条件底下呢 这个是可乘 可以乘 那 但是呢 这个收敛的 这个状况呢 是我们要所谓的加强 我们要均匀 什么叫均匀 是什么意思 如果这个是F的话 我的Fn 每一点都要非常接近 每一点都要非常接近 什么样子说 就是我们可能呢 会有一些函数呢 它是 比如说 我们会有一些函数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F呢 就是这个零 我们有一些函数 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边呢 是非常接近 这边呢 远很多 但是如果你直接看的话 那最后呢 就是都是收敛到零 可是呢 它就是 可以差很多 有一些是快一点 有一些是慢一点 而且是慢很多的 那这种就不是均匀 这个就不是均匀 这个就不是均匀 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呢 是会 有更仔细的说明 那有这个均匀收敛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有条件去讲 这个第三个课题 叫做Power Series 密集数 密集数就是所有的 事实上就是Taylor Series的一些 你可以看成是一个推广 结果是等价的 是无穷的多项识 这个AN啊 随便你设 随便你来设 在某一些条件底下呢 它就会收敛 好 但是收敛以后 我们连续性 微分 可不可以一项一项这样子去做 那密集数就是 这么好的函数 它就是可以一项一项微分 就等于整个的东西的微分 那而它就要用到第二个部分 来帮忙我们去做 那然后呢 这个课题呢 那这个密集数在学理上面 一直在应用上面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呢 在物理上 很多古怪的函数 我们没办法去找一个表达式 那也不那么简单写出来 就是1啊 sine啊 logarithm啊 那些常用的函数 我们就是要用密集数 来给它表达 那然后呢 就发觉就是 因为它的 微分性质都非常好 那 就很容易 运算 算出来我要的答案 是这样子 那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章的 那个课题 那大家在 大一的微积分里面呢 都应该碰过一些的 那 但是现在呢 我们就是将整个 你们大一的时候 那些运算的道理 我们要给它讲清楚 在我们这一章里面 好 我们先break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我们这个 这一章的功课 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一个 那个题目有点长 所以呢 我就讲 这个是Taylor Series Taylor 当然是英国一个 非常常用的一个姓氏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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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ylor集数 那 全名是Brooke Taylor 我这里还有他的年份的 他是1685年到1731年 那除了Taylor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Maclaurin Maclaurin Maclaurin Series 那怎么样子叫Maclaurin Series呢 就是当我的X0等于0的时候 就是Maclaurin Series 我的Fx呢 我的Fx呢 是等于这个Fn 这个是在0的 除于N階乘 那这里就没有括号了 就很简单 那相当于它是什么 相当于指说这个Fx呢 就是等于 就是等于 如果我写成这个 这个多项诗的话呢 给它展开出来呢 我先写这个吧 好 相当于就是 我将它写成这个的话呢 Den 这个An 就是要等于Fn0 除以N階乘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一般的公式 那这个是Taylor当初的想法 然后呢 Maclaurin呢 将它发扬光大 简单的想法就是说 我是不是任何一个函数 它都是可以写成一个多项诗 多项诗呢 是运算来说是最简单的一个函数 那我们加减乘数 甚至我们的 意识分解 都有很多道理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学过很多 那微分积分都很好算 那但是函数呢 有一些是非常古怪的函数 我们就不清楚了 那所以我就将这个多项诗 给它延伸 延伸到无穷 那假设每一个都好的话 那这个系数会是什么呢 那Taylor呢 就找出来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系数 我当然要 这里还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 这个 这种的多项诗 你不是说 不是说非常 就是 是非常有用的 当初不见得什么有用 但是 后来就发觉有用了 为什么 我们在计算器里边 你去算这个 如果你是算1的5次方 那它会有一个数给你的 那这个数是怎么来的 就是 它事实上就是 它就是用这个 这个Maclaurin series 给它求和 求到某一个程度 那就是 可以准确度就是到8个位到4个位 都没有问题 因为计算器呢 它们做这个加减乘除 它整个 整个那个电路板呢 做这些加减乘除呢 那个是一个二进位的 加减乘除都 都比较简单 都很快 都可以做的 它一秒钟可以做多少 现在是多少hertz 对不对 多少的 Giger 是很快的 的动作 那 所以它会很快的 就可以 这些都是多加减乘除 多像是 那 所以 我们的计算器 基本上 你输入那些 不只是1的x sine cos 那些三角函数 都是利用这个 极数的方法 来就给它输入的 所以这个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 这个极数会是对的 那 首先 我要给大家看看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看起来是 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复杂 但是事实上不然 你看看是怎么样一回事 就是 你的fx呢 我再写一遍吧 a0 加a1x 我假设 我led这个东西 然后呢 假设f是 非常好的 我现在就是 不是f非常好 而是右边的运算是非常好的 我想它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是说你觉得对的东西它都对 那 假设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可以将它 微分 那我右边就是一项一项微分 就是等于a1 再加两个a2x 对不对 这个是多像是 你微分了以后就是这个 那下一项是什么 下一项是什么 下一项是三个a3的x平方 因为是这个是x三方的东西 一直加 那你的通向呢 是这个的话呢 是n的anx的n-1 一直加 不是这样子吗 好 我再微分一次 但是 那这个a1就没了 好 常数 所以呢 是两个a2 再加六个a3 再加 下面那个呢 呃 这里有一个x 对不对 这个是六个a3x 那下一个呢 原来是可能是四个a4 所以呢 是再乘三 是十二个a4的x平方 一直加 那你的通向呢 是n-1 anx的n-2 又降一阶 是这样子 OK 好了 那 我如果带0进去的话 那右边会是什么样子 这些是不同的x 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狮子 那如果带0进去的话呢 就是后面的都是0啊 虽然可能有无重向 但是每一个都是0啊 所以加起来也是0 所以带0进去很简单啊 就是f0 不是就是a0吗 然后fe呢 f'0呢 后面都是0啊 只有这一项 常数项留下来 就是a1啊 那f'0呢 就是两个a2 你可以预期就是说 这个f的triple'0 就是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微分了以后 就是新的常数项走出来 就是我的 六个a3 那 结论应该看得出来了 我的a0一定就是f0 我的a1就是f'0 我在这个0点 我有不同的微分值 那我带这个0进去的话呢 我就发觉它完完全全就是 跟我的这些系数呢 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关系 不是吗 那 所以 只要我对这个函数0 有足够的认知 我 在 在这个triple'0来说 它就决定了 所有其他的点的 这个函数值 我就是利用这个多项诗呢 我就可以生成 这样子的一个函数的 这个函数值 对不对 而这个公式是怎么样子 就是f'0 除以2 那这个2呢 我们可能还不看得清楚 可是 当你在三阶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6是怎么来 你就知道 它是3乘2 它是3乘2 当你一阶一阶微分的时候 这个阶层就走出来了 那 所以a3是对三阶导数 除以三阶层 an是等于n阶导数 除以n阶层 那都很好记的 对不对 那这样子就很自然 就是这个公式 当然 这里是 我们叫做所谓的行尸的 这个不严谨的 为什么右边 你有无穷的东西 就是可以逐向微分 我们有反例的 有反例的 你无穷的加起来 不见得逐个微分 就是加起来等于原来的 整个的微分 但是呢 现在这种的 我们所说的 power series 就是这么好 一定对的 一定对的 那 这个就是我们要讲 要告诉大家的 这个 这个道理 OK 好 所以呢 那这个项呢 是 就是说 如果东西是好的话 大概这个项an呢 就强迫它 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 我们就有以下的 这个定理 Taylor Expansion 定理 起码 如果我右边 展开成有线像的话呢 右边我可能不是无穷像 我是有线像 这些系数呢 应该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应该是很接近我的fx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就是我的第一个定理 Taylor Expansion 定理 我们第一个大定理 它说什么 x0是在i里边 i是一个open interval 然后呢 我的f呢 是定义在i里边 是一个 可以为分多少次 是 n加一次 derivative on i 每一点 我都有n加一次为分 那 是这样 则 我对于所有的 x在i里边 我都存在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呢 当然实际上也依赖于这个x的 就 between x and x0 是的 这个定理呢 叙述是蛮长的 是等于这个 我叫fx呢 我就可以写成是 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x-x0的k方 那这个是fk 那这个是fk x0 除以n阶层 除以k阶层 k是从0到n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写的 前 事实上是n加一项 因为我们从0 加到n 这个多项师 就是0次方 一直加到n次方 然后那个系数呢 就是按照这个公式出来 那我如果这个是x的n方的话呢 那中心点呢 就是 就是0 那一般来说就是x0 就是我的中心点 那当然这个不相等的 因为后面那块可能还有一些东西的嘛 那 这个expansion定理呢 先从有线出发 我们就是有一个所谓的rnx 好不好 那个其中呢 我的rnx是什么呢 它就是f的 事实上是一个延续 将我的前面的这个n加一项的这个规则 规律给它延续 它就是n加一次尾分 然后呢 除以n加一次导数 然后x-x0的n加一次方 是这样子 但是呢 只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你取值的点不是x0 是c 而c呢 就是在x跟x0中间 所以整个图画是这个样子的 我的区间 其中固定一个点 x0 这个点可能是所谓的中心点 一般是上次放在中间 我们就放在中间 那 任何这个中间的点 如果我知道 它所有的微分值的话 那其他的点呢 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多像式 是一个n加一阶的 这个次数是n加一的一个多像式 只是说呢 中间有一个带定系数 当然是带定啊 如果它是固定的话呢 那这个f就是多像式了嘛 就是这个n加一阶多像式 但是这个f是更一般的 比如说我们是1啊 sine啊 cos啊这样子 所以 我这个多像式呢 是中间有一个带定的 那不同的x呢 这个就变 所以它不完全是一个n加一阶多像式 那形式上是一个n加一阶多像式 那实质上是不是的 那这里写的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叫做Taylor Expansion Theorem OK 如果我们可以证明啊 如果我们可以证明就是说 这个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名称呢 叫做Remainter Term 余像 为什么叫Arl Remainter 那甚至说冠上它的 当初 将这个像呢 搞得很清楚的那个人 叫做Lagrange Remainter Term 那 如果我这个rnx呢 是 当我的n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是越来越小 我可以说它是去向0 固定x以后 当我的n越来越大 这个是去向0 那我这个就是变成是f呢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的limit 那就是Taylor Series呢 就是这样子产生 OK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Taylor Series 就是从这个Taylor Expansion Theorem 来 来延伸下去 好 当然这个Taylor Expansion Theorem呢 还有一些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理来的 有人这样子形容这个Taylor Expansion Theorem 就是说它是微分学的精华 微分学几乎所有重要的性质呢 都涵盖在这个Taylor Expansion Theorem 事实上刚才已经讲了第一个了 就是Taylor Series 它可以生成我们的Taylor Series 那这个我们当然要花一点时间去给它 第二个 就是说 就是说 当我的R low n X 是去向0 if吧 当我越来越小的时候 那我就有呢 我的Fx呢 就会是等于我的Limit 从0到5 从0到N的那个前面的 前面的下 当N去上无穷 而这个就是我们的Taylor Series 而这个当然是重要的一个东西 还不止的 简单来说 我N等于0的状况 如果我N等于0 我不管什么条件 事实上呢 我有重要的就是我的这个式子 我叫做3吧 这个式子 那 当我N等于0的时候呢 事实上我这里只有一项 这里呢 我也顺便顺便讲一个东西 我们 这个的话呢 事实上这个Taylor Series 你可以写成就是 当然是可以写成0到5穷嘛 K等于0到5穷 然后呢 是一个AK X-X0的K方 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 有一些迷糊的地方的 有同学问过我 就是 当K等于0的时候是什么东西 我们希望就是说 它是代表什么东西 它是代表A0 再加A1的X-X0 当K等于1的时候 这个是A1 这个是一方 那K等于2的时候呢 它是两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有问题是说 K等于0 K等于0 那这个当然A0 可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1吗 如果X等于X0的话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0的0方 那是什么 那就麻烦了 那 好啊 那你怎么做 你当然可以 它是麻烦的 它是不对的 事实上它是不对的 我们想做 就是说是做这个 它是不对的 那你当然可以这样写啊 一道无穷 就是你 你麻烦嘛 你麻烦嘛 不是嘛 每一次这个A0 就要抽出来 那 那我们 你当你到复杂的运算的时候呢 这样子就会吃亏 你每一次都是很仔细的时候 所以我们仔细来呢 有时候呢 我们乱用符号 这个就是乱用符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 任何的一个函数 一个东西 它的0方 我就定义 它是等于1 这个是一个定义来的 X-X0的0方 我就 不管它 无论X是什么 它就是1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省掉 我每一次都是要 单独考量 我就是一次 就是这个诗子呢 是写下去 好不好 这个是定义来的 我们 为了我们的那些表达诗的方便 我们有时候呢 会乱用符号 但是我们心里面会记着 这个是乱用的 而它对其他的运算呢 又没有什么冲突 所以呢 完全就是 没有问题的 所以 我们就没有这种的表达诗了 好 那我就可以很方便的去讨论 就是说 n等于0的状况 那我带进去这个诗子呢 当n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AFX呢 左边是AFX 右边 先让0放进去的话 事实上是刚才的那个第三个诗子了 那让0放进去呢 它是 它的第一项 就不管它了 就是等于 所谓的 A0 那A0是什么呢 A0是 F的0次 F的 X0 除以 0阶层 这是常数项 第一项的常数 那 当然就是等于FX0 这个第一项事实上就是 我们的 就是 刚才我们已经倒过了 就是FX0 然后再加这个余项 余项是什么 余项就是等于F'的C X-X0的一方 好不好 那个分母就等于1 所以我有什么呢 我有就是 事实上我就是 就是等于这个 你这个直接从这个系列去演绎的话呢 有时候反而比较烦 第一项就是 常数项就是FX0 第二项就是F' 一般是X0的 可是现在已经是 它是最后一项了 所以是C 你的3呢 当我的N等于0的时候呢 我是这个 那就表示说 我的F'C是什么 就是FX 减掉FX0 我可以这样写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是我们前面 谈了好几次的 密密路地了吗 均值定理 所以 Teller Expansion定理呢 涵盖均值定理 如果Teller Expansion定理罪的话 均值定理就是它的一个推理 它是涵盖的 而我们当然知道均值定理在整个维基分理论来说 那个重要性 我们的F'C都是靠那个来证的 所以它是 也可以说它是均值定理的一个推广 基本上是这样子 还不止的 这个下面才有趣 这个是第三个 就是 极大值跟极小值的认定 那 当N等于1的时候 如果 我的F'C呢 我不看公司了 这个写出来呢 是有好处的 你看 这个就是基本的 事实上就是所谓的Teller Polynomial 基本的 有两项 当N等于1的时候 那那个余项呢 就会是 这个的延伸 但是呢 微分取一个空值 那除以2階层 X-X0 延伸 这个就是两项的东西 这个是N等于1 余项就是2的次数 这样子的一个多项式 哦 如果 我的F'X0等于0 那 我这项子 就没有了 是不是 那好啊 那 我们来判断 极大值极小值的时候 不是就是这样子判断的吗 我说 这个是极大值 如果 我的F' 是等于0 F'是 怎么样 小于0 两阶导数小于0 一阶导数等于0 那现在 两阶导数小于0 是这样参加什么 如果这个是小于0 那 这个是负的 所以F'X呢 是等于F 再加一个负的东西 它不是就比这个小吗 所以这个是极大值啊 是这样子判断的哦 这个就是Macloren的 Macloren 事实上Macloren的工作 那 仔细的话怎么说呢 是这样子说的 如果我这样子 那 我的F' 是小于0 所以 事实上还有一个条件 F'是C2 意思就是说 它的二阶导数是 连续的 那 这个我们用了好几次了 你有一点是负的 你有一点是负的话呢 我就会有 一个小区间 使得呢 就是我的F'是负的 on这个 x0-delta x0加delta 这个 我们又再用一次了 你一点是负的 你就会有一个小区间 它都是负的 好啊 那特别的话呢 如果我的 我的x 跟 x字在这范围的话 就表示说 我的F'c就是负的 是不是 那所以就表示说 我的F 这个x呢 就是等于 Fx0 再加F'c Aj 那这些都不管它 那这个因为它是二方 所以它是一个负的东西 sorry 是非负的东西 所以 那个符号呢 事实上是这个 这个东西决定了 那如果F'c 是负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小于啦 就是这个 那 除非 x等于 x0 那这个就0了 那 我就给它 涵盖在里边 好不好 那表示什么 就是 for all x 如果这个我叫做i的话 x在i里边 我只有fx呢 小于等于 fx0 这个就是 relative maximum 我们是用Taylor expansion定理 才能说明 x0就是一个 relative maximum point 或者是有一些数叫做 local maximum point 它是局部的 因为我的定理就是说 它在附近哦 它远一点的话 不知道怎么样子的哦 它在附近呢 f double prime c 就是小于0的 所以 我就有 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不等式 那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负的 绝对小于0 绝对小于0 那 同理呢 如果我的f 先为分等于0 所以我这个像呢 没了 我就看这个像的符号 然后我的f double prime 是大于0 然后有 而且呢f是c2 意思就是说 f double prime呢 是连续的 那我就可以 用同样的 同样的那个论述的方式 就是说明就是说 f double prime c呢 就是存在一个 delta 大于0 使得呢 就是fx呢 一定是要大于 等于fx0 for all x 在这个 x0-delta x0加delta 那换句话说就是 我的x0呢 就是一个 relative minimum relative minimum point 这个定理是 是非常重要的 这几个微分学的 重要的原则 我们求极大值极小值 我们 这个均值定理 都是维基分里边 重要的一些 在微分学里边 重要的一些原则 都给他涵盖进来 那我们下星期呢 就会给他 给他证明 事实上这个 这个命题有两个证明 这个 Taylor Expansion定理 我们会讲一个 最常用的证明 而那个证明呢 又要用到 在Lobitel 书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 Coshi的 minimum theorem 那我们要用到 Coshi的minimum theorem 还不算很烦的 那这里写出来 是一点点烦 那但是这个证明呢 两个黑板就写得完的了 如果我们熟悉 这个Coshi的minimum theorem 就会写得完 那我们就 下星期二的时候呢 是再来讨论